今天和大家介紹一個臨床容易誤診的疾病 叫做船前元肌綜合症 船前元肌顧名思義 是一塊肌肉令到手臂可以做出船前動作 即是將你的前臂旋轉令到手掌心向下 而船前元肌綜合症的主要病因是爪步反覆的屈身 和前臂旋轉而造成慢性的勞損傷害 令前臂長側的肌肉 例如均耳投機肌膜 紫鉗屈肌的纖維公真口 和船前元肌受到損害有肥大出現時 壓迫到正中神經臨床會見到三個症狀 第一個就是疼痛 在前臂長側這些位置會疼痛 尤其是船前手臂時會疼痛 第二個就是有一個感覺的障礙 臨床上我們手掌的三隻半手指 會有一個感覺障礙 包括拇指、食指和半隻無名指 第三個症狀就是肌肉萎縮 我們看到手指會不靈活 母指和食指的捏力都會減弱 有甚麼是高危人士會有這個病 例如家務繁多的女士 或者經常手握一些工具去做維修的技工 又或者是體育運動員 包括舉重、羽毛球、網球、蛙艇運動員 都會容易出現這個疾病 在治療方面 當病初起的時候 我們可以運用針灸 對爪部或前臂的肌肉 周圍的穴位進行針刺 亦可以用推拿的手法 放鬆局部的肌群 達到行氣活血、舒筋止痛 改善軟組織的張力狀態 恢復肌肉彈性 解除對正中神經的受壓 同時我們也可以用中藥或中藥外膚 多管齊治療這個疾病 在這裏教大家兩個動作 去做一個練功的拉筋 第一個動作就是 背靠著門 把手向後身 捉住門柄 然後大拇指朝上面 把整個手臂向外旋轉 你可以維持姿勢15秒 然後放鬆5秒 每天可以重複做5次 第二個就是 掌心朝上 然後手肘伸直 手腕向下牽拉 可以伸展屈曲肌群 亦是維持動作15秒 然後放鬆5秒 每天可以做5次